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此前已经尝试过微头条和抖音,如今的飞聊会让他成功卡位纷争不断的社交星球吗?对于这件事,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,但态度各异,关锯时代CEO李学林赌飞聊能够成功,因为我看到太多成功的因素在里面,机会真的可能来了,到底是哪些成功因素? 他没有回复36克的询问,不过他在朋友圈解释,成功的定义其实就是自己能够持续的活下去,但不一定规模做得多么大,李学林这样说,或许是因为YY也是在腾讯这样的巨头的夹击下谨慎小心的活下来,YY曾在2010年拒绝腾讯依5亿美元的收购邀约,不过今年其子公司虎牙接受了腾讯4、6亿美元投资, 来自网络,一位接近腾讯人士也向36克表达了类似的看法,飞聊对微信不会构成威胁,终端设备这些介质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,有的公司产生了幻想,以为一两款产品成功了,以后做的产品都会成功,对于赌飞聊成功的看法,该人士认为,要看怎么定义成功,如果只要活下来,那么微博这样的算不算成功呢? 所谓技术洞见,是指用创新方式应用科技或设计,以达到生产成本的显著降低或产品功能和可用性的大幅提升。 他还认为,依靠技术洞见生产出来的产品,可以与同类竞争产品拉开显著差距。 在新闻聚合产品、信息流、短视频领域取得成功的字节跳动,已经逐渐形成包括数据能力加、技术能力加、流量能力加、资本能力等元素在内的模式化达法,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洞见机电用来做社交。 这会不会是他获得创新优势及实现突围的一线阳光? 多数人对此的态度并不乐观,技术其实更容易做到,但做社交不只是技术,还包括社交伦理等等。 上述接近腾讯人士说道,我们的技术和社交场景不复用,主要是内容生产和内容推荐的技术。 上述字节跳动内部人士说道,而且基于关系链的推荐难度会比兴趣推荐好做得多,多少巨头在社交上折挤,这似乎在传达一个事实。 社交没有方法论,更多诞生次巨大的变革之中,因为网络化的节点一旦建立,形成的马太效应数倍于其他产品,很难通为也很难攻破。 而且社交平台的生长力在不断衍生,同时也在不断通过收购加固壁垒,如腾讯曾经购WhatsApp,但被Facebook以190亿美元的高价买走,后者还相继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,同样10亿美元抛向Snapchat之为过。 从子弹短信到Zepoto,一位投资人向36克表示,还没有出现杀手级的应用,未面式的飞聊,已经被舆论包围,但应该更理性地看待它的未来发展。 但是技术的演进,公司的兴衰,产品的更迭,是一个自然变换的过程,这里大概就是机会蕴藏的地方。 交流与沟通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,哪些社交需求在当前欠满足,哪些被满足的需求,有可能因底层技术的演进而发生形式上的变化。 一位分析师向36克分析道,2017年全球人口为755亿人,近一半都在使用Facebook系产品,2020年全球人口将增至975亿,这里还有大量的需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